梦携 他们要南陵的尸体到底想干什么 是想玄师是重败坏我的名声 你去吧 准是西门兰氏和他的儿子西门林干的 咱们娘俩可成了人家眼中钉肉中刺了 这群臭肉 木槿 这种丢人的事以后不要再干了 我不能毁在你手里 黑剑这小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神出鬼没的 西门爷喜欢的人总是很厉害的 我什么也没看见 西门爷 就算你看花了眼 你们都是我信任的 西门家族绝不会干这种淫荡之事 你仍然是我喜欢的人 西门国荣是你的兄长 对 他还有个儿子 对 你把我当成西门爷了 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许用这种枪叫跟我讲话 出去 怪人 你也出去 叶儿 怎么好些天没瞧见咱们西门爷了呢 我前天瞧见西门爷和蓝夫人在竹园花亭喝茶聊天呢 这个仓妇 这个仓妇 他总好挑逗西门爷 就是想把我挤到边上去 那个油嘴整天和西门爷鼓刀 也不怕弄脏的床 奶妈 请西门爷 是 是 夫人 夫人 西门爷来了 怎么 脸色不好 西门爷 您有好些天没到我这儿来了吧 我到蓝夫人那儿去了 昨天是灵儿的生日吗 也许您忘了咱们僧儿的生日了吧 这真叫做下雨天错走了门 您别错把我当蓝夫人化成蜜糖水了 我要尽神口舌嘛 富贵人家皆有妾为荣 我们西门家族省势浩大 家资丰厚 我只纳了一个妾 你就促害声波 你怕的是什么 到什么时候 你都是正式夫人吗 西门爷 所以我就知道您会照顾我们母子的 怎么样 你看 我这尊荣还比得上那些长着小白脸的蓝忧人吧 自从楚赵雄闹事以后 西门家一直没安静过 你也该替我想想了 西门家族的人都是一群爹 这一群爹 走路呢 都要横着走 就连黑剑也学会天天喷粪